习近平在欧洲访问时肢体动作怪异,引发关注 港媒日前报道称,在中共国家,领导人个人健康属国家机密 毛泽东晚年奄奄一息,但官方对外仍称伟大领袖,身体健康 一致毛是事实,消息一出,举国震惊,邓小平曾因前列腺问题无法排尿虚做手术 医生到最后一刻才得息,是为邓做手术 其实,中共第一任总理,喜好吃人脑的周恩来,又必伤惨 中共也曾隐瞒了37年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中共发动的文革中被推上神坛 全国上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但自1971年起毛泽东身体转叉,肺炎令他两度昏迷 但只有时任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毛泽东的时任妻子江青 三人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不了解 到1975年主治医生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的病情 委员们大都感到吃惊,但对外仍称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且还永远健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一命归西,被谎言欺骗的中国人顿时傻眼 港媒报道还提到,中共高层的病例资料都用代码记录 1976年底,王章江尧,四人帮已经倒台,邓小平付出再往 但当时邓小平排尿困难,确诊未前列腺肥大 共军总医院301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副主任李延堂接到电话 要他到医院为病人做手术,直到邓小平抵达 他才知道自己是要为邓做手术 李为邓施手术前要签保密协议,知情者仅限参与手术人员 报道称,中共高层的健康由中央保健委员会负责 但领导人的健康资料,不能直接记录领导人的姓名 要用代码,例如CC是江青,KS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 CEL则代表总理周恩来 领导人住院时都用假名,工作单位全部填写,劳动大学 另一个例证是被中共称之为好总理的周恩来 当时全中国人都只能看到,周恩来无论是走路,与人谈话 还是在大小会上做报告,或干其他任何事情 他总是弯曲着右臂并端在身前 其实是周恩来的这条手臂,是不能打直的 直到周恩来去世后,当时的警卫员王莱恩,才向外透露 在1939年7月由于江青引致的周恩来,沿河坠马而伤残其右臂 1939年7月10日下午,江青与周恩来一道骑马 江青骑的马,惊动了附近人家的一条狗 狗迎着马头,狂叫着跑过来 江青见状惊慌失措 猛的一热马,陡然拐进田间的小道 周恩来一个急拐弯,大骑马在紧急避让中 将周恩来摔了下来 周恩来折断了右臂 后来打上石膏,但并不理想 周恩来还曾到克里姆林工医院进行手术 但并未有大改变 周恩来的这一病情,被中共隐瞒了37年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明离患膀胱癌 前后做了13次手术,但毛泽东对周恩来隐瞒了病情 当然外界更不知道周恩来 离患了什么病 人面受心的周恩来死前痛不堪言